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看感应篇第78节 这一节有四句 破人之家 取人财宝 血水放火 遗害民居 我们在课判里面来 标题是 心狠着我 心是明心 狠是狠行霸道 欺负别人 诸节里面也说得非常好 他是四处无心 偶尔做这些破坏的事情 损人而不理解 这个已经是过时了 如果要是为了 夺取别人的财宝 而令那个人家是家破人亡 这个罪过就非常重 柱子里面说得好 或者是明显的仗势欺人 或者是用阴谋轨迹 仗人 纵然能够逃过法律的制裁 但是 逃不过鬼神的惩罚 也逃不过 云云相报 水灾火灾 这水火无情啊 这些年来 我们在资讯里面常常看到 十十多多地方 发生水灾火灾 那么有些天然的灾害 不谨慎而招致火灾 已经 就很不幸了 如果是有人 故意的放水 这个放水 像这个长江黄河的提防 有意把它破坏 放火 烧毁别人的居住 烧毁别人的居住 这个罪过 我们凡夫不知道 可是地藏经上呢 说得非常详细 地藏经上告诉我们 放火烧山 损得最严重 你想想看山林里面 居住的这些野兽 灵飞软动 不知道有多少啊 这一把火的时候 您要烧死多少生命 这个罪还得了啊 比发动一场战争 杀死几千万人 杀死几千万人 那个罪过 还要严重 世间人不晓得 不明白这个道理 为了小小的利益 放火烧山 放火烧山 那么这种人 纵然能得到眼前一点小利 死后 死后没有不躲山徒的 山徒最受满之后 孕孕相报 佛法里面所说的 千命得还命 欠债得还债 几时你才能还得清 我们说佛 祝佛菩萨 古圣先贤的教诲 这一类也 听得太多了 总要记住 要时时刻刻多想想 把这些道理想通了 因缘古报的事实 观察清楚了 然后摆在你面前 再大的利益 你也不敢做这些事情 你就有警惕心了 人在世间 只要你稍稍细心观察 你看到云云众生 每个人的机遇 每个人的机遇不相同 都不如一眼 都不如一眼 佛菩萨 你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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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眼 那是顺于外缘 你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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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报的时候 他也不相同 你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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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彻底觉悟之后 才把物业断掉 认真努力修圣 要彻底觉悟 真的觉悟了 才能转得过来 一生寄遇不幸 这种事情 自古至今 中国外国处处都有 我们看在眼里 没有感触 真正所谓的麻木不仁 愚痴到极处 聪明人 另一个人看在眼里 他就觉悟了 为什么一切众生 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 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遭遇 立根人 一观察了 他就觉悟了 他就明了了 笨根人 愚痴 他不懂 立根聪明人 看到之后 他就回头 尤其是 由殊胜的机缘 听到圣贤的教诲 什么叫神性 什么叫神明 什么叫上帝 什么叫佛菩萨 名称尽管不同 境界完全一样 这些人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因缘国报的四十 他们通达明了 观察入位 我们尊臣他做神仙 我们不明了 他们明了 他们告诉我们的 都是四十真相 我们迷惑颠倒的人 以自己的 反复之间 测量 圣贤人的见解 对他真诚慈悲的教诲 我们还加以批评 不能够接受 认为他这是骗人 用种种手段 无非是劝人行善而已 我们用这种心态 来对圣贤 这个是很大的罪过 这个人 是没有福报 真正福德 身后的人 接触到圣贤教会 决定不怀疑 而能够 生起尊敬性 以教奉行 您的这些恶行 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 我们有没有 大概重大的 我们没有犯的 但是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小事情 有意无意 障碍别人 欺骗别人 难免 不但我们会欺骗人 还会欺骗父母 欺骗司长 欺骗诸佛菩萨 常常犯这种故事 我们又希望 希望自己每天 能够 吉德 内功 这些小的故事 不能够防止 不能够杜绝 我们吉功累得了 那只是一句空话 决定没有死 但是 世界人 无论古今中外 哪一个不需求福报 哪一个不希望 避免灾祸 但事实上 佛德求不到 灾祸 常常遇到 这究竟是个什么原因 没有认真去想想 这个愿望 可以说是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乃至于 不分足够 畜生 也有这个需求 归神 还有这个需求 如果一切需求 都能够满约 不听从圣贤 教诲 是决定做不到的 所以佛教导到我们 七心动念 日常生活行为 实时念着利益 一切众生 决定不做 确得破坏的事情 在佛门里面 尤其我们看到出家人 出家人 有些行持不如法 我们可不可以批评他 决定不可以 他再坏 他再窝 他将来自己受过 我们批评他 我们的罪过 就不知道有多少种 什么原因 实在讲 很少人懂得 出家人这个形象 穿上这个衣服的形象 你想在外面走一圈 有多少人看到 阿赖耶诗里就 佛的种子种下去了 我一看 这是佛 他这个佛的念头起来 他俗作一切 我们不谈 这个形象的时候 会叫十十多多众生 众生根 纵然他有我的行为 我们要到处给他宣扬 让社会大众看到所有的出家人 这都不是个好东西 都在那里造业毁谤 这个结果 你要负责 所以往往 我们造的这个卧阴 自己完全不知道 自己认为很小的事情 没有想到的影响这么大了 无论是善是我 我们一定要能观察到 体会到 它影响命有多大 影响有多深 影响时间有多长 你从这上面一想 自然就收敛了 我们就会做善的影响 不善的 决定不敢做 尤其在今天的社会 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 善悟的报应 非常快速 特别明显 因念善心 善心 善的果报 立刻就先去 因念 悟心悟心 灾祸 立刻就遇到 怎么能够 不谨慎 不谨慎 不小心 尤其要慎度 我常常劝勉同学们 我们身为佛弟子 活在世间一天 要静一天的职责 佛弟子 职责是什么呢 如来加业 如来加业 最低限度 对社会广大群众 归故劝善 这是我们的职责 不但我们常常劝导大家了 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好样子 给别人看 至少我们要能做到一个样子 一生不说任何人的过失 我们带头 看到社会 人与人相聚的时候 就是事非常短 今天社会 为什么会这样子 乱 不安 都是处于口识 我们看到这个病态 就能够反省 就能够减点回头 从自己本身 盖过来 那就是劝导社会大众 和一天 就做一天 在这个世间 决定没有一天空过 一天空过 我们一天就造罪业了 佛教给我们在世间 一切随云而不叛云 真正发心 学佛的人 一生 张家大师说 佛菩萨安排 不要自己操一点心 心是清净的 心是定的 长生 智慧 不生 烦恼 绝对不做 损人利己的事情 只有 牺牲自己 成就别人 我们干这个 我们来到世间 就是帮助众生 就是利益社会 绝不求自私自利 这个是 佛菩萨苦生先行 对我们的教会 感应片里面 所设的种种物行 我们要记住 决定不可以违反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